看解说长哥,大家好,我是安哥,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今天安哥给大家讲一部法国最新核潜艇军事题材电影《狼嚎》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分三种,活人、死人以及出海的人 影片的男主小西就是第三种人,而且是一个被上帝赐过福的人 他能识别听到的每一种声音 在一艘法国泰坦号核潜艇上,一切都依赖于他的金耳朵 没错,他就是泰坦号的监听员 此时他监听到了一艘外国的护卫舰 原来这次他们执行的任务是接应在敌国准备撤退的侦察兵 正准备行动的时候,小西突然听到了四叶悬桨转动的声音 一般听到这种声音,就说明附近也有潜艇 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用四叶楼仙桨的潜艇 所有人都在等着小西最后的结论 一番犹豫思索之后,小西告诉舰长确定不是潜艇 可能是某种鲨鱼发出了类似声音 但实际上他还是对这个声音持有怀疑 于是乎舰长命令泰坦号继续加速前进 在前进的过程中,小西突然又听见了四叶楼仙桨的声音 与此同时,潜艇也收到了狼嚎警报声 原来是泰坦号被纳搜潜艇发现 并通知了敌国的军舰 还派轰炸机来轰炸他们 全员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飞机一直在海面上盘旋侦测潜艇位置 还扔下了三枚炸弹 危机关头,舰长命令潜艇浮出水面 把潜艇交给船令官老黑接管之后 就拿着火箭弹爬出了潜艇 此时被接应的侦察员也游到了潜艇附近 前军一发之际,舰长发射的火箭弹击中了轰炸机 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啊 任务顺利完成,所有人都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小西回到家后却还在查找究竟哪国的潜艇会发出四叶螺旋桨的声音 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 差点让整个泰坦号的人全军覆没 这让小西感到非常抱歉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个声音的来源 他去找长官申请上岸研究那段声波 但长官已确定是无人潜艇拒绝了他的请求 还数了他,差点因为他而损失一艘潜艇 另一边,舰长和船令官也被上将传唤 舰长因为英勇的事迹将功补阔 被调为无畏号的舰长 那可是直接接收总统命令的潜艇 本来答应了妻子不在出海的舰长 也是军领难为 老黑也被提升为泰坦号的舰长 负责护送无畏号潜入深海 另一边的小西违抗上司的命令 潜入长官办公室继续调查 还专门跑到书店找关于协博谱的书籍 美女老板告诉他 本来有这本书的,却不知为何找不到了 结果书没找到,却把女老板变成了女朋友 感情还迅速升温 两人调情的时候 小西突然想到了物理档案 于是他偷偷去了军方的档案库 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 原来那是苏联早年造的 是唯一一艘四叶罗线奖潜艇,帝国三号 但是当时苏联已经将他遗弃报废 就在这时,长官也来到了档案库 不仅收走了小西的手机 还告诉他,他被逮捕了 然后将他锁在档案库里 小西隔着门告诉了长官 那艘潜艇的信息 因为苏联声称潜艇报废 数据库就删除了帝国三号的相关信息 实际上潜艇是被一国人接受 长官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之前也有不法分子 利用这样的方法挑起两国战争 小西通过声波测试 拥有了登上无位号的资格 可是就在即将出任务的时候 舰长却告诉小西 医生在他的尿检中发现了大麻的成分 今儿的小西只能一个人留在港口 看着泰坦号和无位号渐渐沉入海底 就在他扔掉行李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听见海军基地传来了急促的警报声 军人的使命感 让他不加思索的跑了进去 原来警报原因是 一国向本国发射了核导弹 上级要求上将发射 没有经过测试的导弹进行拦截 他的手下也查出了核导弹 正是帝国三号发射出来的 回来的小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无位号上的舰长和船令官 也收到了控制室的超加密文件 因为国土被入侵 总统命令他们发射核导弹进行反击 拦截导弹发射后 并没有成功拦截到敌国导弹 小西突然告诉上将 核导弹重量轻没有核弹头 可能只是个空爆弹 赶来的长官也验证了这个结果 上将迅速联系最高指挥官 一番交流之后 发现帝国三号已经在恐怖组织手里 发射空爆弹是为了引发本国和异国的核战争 上级命令上将立刻停止核反击 但潜入深海的无位号已经是舰在弦上 舰长也在为这次行动鼓舞士兵 因为从街道命令的那一刻起 舰长会把每个介入者都看作是敌人指使的 不能叫停 否则本国的核威胁将不复存在 最后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无位号附近的泰坦号身上 上将和小西乘坐直升机登上了泰坦号 也因为小西的到来 老黑才相信了上将的说辞 下令尽全力阻止舰长反击 他们分析到发射核弹时无位号悬浮的位置 然后迅速让泰坦号抵达附近 无位号虽然也发现了泰坦号 但依然按照程序悠条不稳的进行 就在即将启动导弹的时候 上将命令老黑向无位号发射鱼雷来提醒舰长 同时老黑也给舰长打电话 希望能阻止他 但是军令在身 不能暴露潜艇的位置 舰长只能挂断了老黑的电话 接下来只有小西的监听 才能获得无位号位置信息 但心里已经乱作一团的小西 却办不到躲了起来 这时候老黑要求亲自游泳 去找舰长说明情况 发现老黑行踪的舰长 明知道老黑不是间谍 却不得不下令发射鱼雷给泰坦号 老黑因为氧气瓶被鱼雷击中 沉入了海底 被击中的泰坦号三角区也着了火 小西还差点因此丧命 被救回来的小西立刻返回岗位 继续监听 找到了无位号发射的鱼雷警报 无位号也对泰坦号发射了鱼雷 双方都因使命在身 不肯撤退 不肯改变航向 最终无位号和泰坦号都被对方击中 重伤的小西打电话 求舰长不要发射核导弹 危在旦夕的舰长听到后也明白了 泰坦号的一系列行为 成功的阻止了核弹的发射 生命的最后一刻 上将将生还的希望给了小西 小西的骨膜彻底损坏 却保住了一条命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除了小西 两艘潜艇上的人全部牺牲 只留下狼嚎声 一直回荡在小西的心中 狼嚎上映于2019年 这部电影不仅讲述了核潜艇和政治阴谋 我认为它更多的是在表达规则和大意 在国家的绝对利益和威胁面前 规则制定者和规则执行者之间的内心挣扎与默默坚守 一个规矩制造者的最高指挥官 一个规矩执行者的舰长和指挥官 两潜艇上的人都信奉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于是都捧着这个信念含泪互相伤害着 最终男主他们顺利完成了拦截任务 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除了男主 其余人员 包括最高指挥官都葬身大海 海水是冰冷的 但人性是光辉的 使命是荣耀的 他们在内心的煎熬和不忍中 坚守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为此赌上了一切 这是一部特别的战争题材电影 它没有宏大的场面 没有噼里啪啦的枪林弹雨 没有惊险刺激的特效 它有的是大海里沉静的潜伏 偶尔想起在耳机里的丝丝波段 人性中交织了现实的无奈 在面对国家利益时候的取舍 本片高分的原因 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情感的高评 两艘战舰的做法无论对错 上将和舰长的做法无论对错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 在大的背景下 个人的价值如何被尊重 世间安得两全法 军人的责任太重 国家的责任太重 千军之重细于一线 万事之凡仓促而定 这种压力可想而知 高分不畏情节 只为那份理解和敬佩 愿逝去的灵魂得以安息 愿天堂里不再有纷争和战乱 愿那些依旧坚守在岗位的士兵们 一切安好 好了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